所以你想看到它不容易 但是呢待会儿呢大家在坑道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 为什么可以看到它 因为它灯关掉 所以呢网络上面有很多人说 如果你想在户外 如果想在外面的海边看来眼泪的话 你一定要避开 十五千孔 为什么避开十五千孔 因为都是月亮人的 月光太亮了 它这么小的颗都会影响到 那除了月光之外还有什么 路灯 你不能要求人家路灯不要亮吗 对不对 马路边车子 开过去 车灯开得很亮 还像浮渝的灯 都会影响到这些生物 因为它太小颗了 所以呢 因为它很小颗 所以你看到它 你必须要在完全没有光害的 那个环境才可以看到它 它是单细胞生物 它也是浮游生物 它是单细胞生物 它也是浮游生物 它在水里面 它像水里面的星星 它像水里面的萤火虫 那蓝眼泪跟夜光虫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大家都会说 我要去马祖看蓝眼泪 那它跟这个夜光虫有什么关系 好来 大家都知道早期的马祖不能来 早期的马祖就有阿兵哥可以来 以前阿兵哥做的时候呢 马祖这边号称有古王跟阿兵哥 那以前当兵当多久 当两年三年 但也算是要踏上马祖岛当兵开始 你不能说你表现得很优异 然后你怎么三个月半 你又回台湾去休假一次 没有那个机会 你都一直待着你退伍的那天才能离开马祖岛 那阿兵哥怎么不得会领薪水 那他又不能回台湾 那阿兵哥的薪水 因为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岛上 所以从小我们妈给我们的观念 就看到阿兵哥要跟阿兵哥说 阿兵哥钱多多 因为他薪水养活了很多很多在地的马祖人 但是随着少你的话 随着环境的电话 阿兵天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你不能再靠阿兵哥啦 因为百姓都比阿兵哥来得多了 所以到了民国83年 马祖转型了 马祖不是战地了 战地就只有阿兵哥可以来嘛 对不对 就转型了 马祖就开放了 开放变了观光地区了 但是呢来到马祖有什么好看呢 不是去刁榜嘛 就营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马祖的旅游 就是观光一直做不起来啊 但是呢 直到几年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少女的拍》 这部电影其中一个场景 就是少年一只老虎 来一艘船飘游在海上 起来的时候呢 旁边的海水天已经发光了 哇那个画面真的很唯美 但是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那部电影的场景 是在哪里拍的 那部电影的场景 就是那一片海 飘在海上的那种海水发光的那个场景 是在台中的一个游泳池里面拍的 用灯光映照出来的效果 那因为我们现场看到这部电影 就是说 我马祖也会有海水会发光的这个生物耶 那如果令我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生物呢 来吸引观光客的话 那马祖的旅游就做不完了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